星空巨獸 什麼星空巨獸 有種怪獸數量極少 但只要成年就能成為宇宙界 他的現身 就意味著地球已經被宣判死刑 想殺他 簡直 簡直就是做夢 地球是我的根 寒夏民族是我的根 根如果死了 葉子還能活嗎 爸爸 你告訴我 這頭金角巨獸的準確實力 這劑之筆才能百戰不殆 他 你看 他頭上那根 有大量金色蜜紋的獨角旁 是不是有一個凸起 對 金角巨獸實力很好辨認 因為他在不同階段 有不同特征 幼體期 額頭只有一個獨角 成長期 額頭開始生長第二個尖角 青年期 額頭開始生長第三個尖角 壮年期 長出第四個尖角 巔峰期 長出第五個尖角 實力越往後 尖角上的金色蜜紋越複雜 直至最後 尖角就仿佛金色 所以 他才被稱為金角巨獸 他第二個角 才僅僅一個突起 估計 才踏入航行期不僅 不過 他血統太強 成長速度非常驚人 在成長期 他會瘋狂吞噬大量金屬 並吸收 實力不斷提升 所以 要殺必須趕緊殺 否則 他會越來越強 難怪他吞噬戰爭基地 戰爭基地幾乎都是金屬 放心 他作為金角巨獸 雖然有體內事件 可畢竟是才剛剛結束 幼體期的小傢伙 每天的飯量是有限的 不過羅風 我還是得勸你一句 星空巨獸 每一頭都不好惹 它們血脈中 蘊含著古老的傳承記憶 想殺星空巨獸 很難 想殺星空巨獸中 排名都非常靠前的金角巨獸 更是難上加難 主人曾聽說 宇宙中有一位不朽 碰到戒主及金角巨獸 欲要擊殺 按理說 不朽強者殺戒主 太容易了 可是 那金角巨獸雖然鬥不過 但還是逃掉了 這種數量無比稀少的最巔峰血統 或許 你能戰勝它 但要擊殺它 很難 我試試怎麼知道 它想要毀滅地球 那必須先踏過我們所有武者的身體 地球 是我們人類共同的家園 而身為武者的我 存在的意義 就是用生命 誓死守護這個家園 你這個死腦筋 可惜羽木星號上沒有武器 不然 以羽木星號的強度 只要加速到驚人速度 加上它風力無比的邊緣 一個撞擊 就是一顆星球也能切割 殺橫星級跟切菜一樣 可惜 羽木星號損壞 根本沒辦法飛 大衛 如果是行星級八階九階的怪獸 我們還有希望 可如果是恒星級 勝利的可能性最多只有一場 若採用大當量核彈打擊 具備實施條件吧 大涅槃時期之前 超大當量的核彈 連試驗都沒地方試驗 可是基地式時代 空曠的上萬平方公里的地方 多的是 條件是有的 詳細計劃 還是交與各國專家討論吧 司令 我是在想 如果失敗 你是說民族傳承計劃 大涅槃時期以來 我們見過太多的老百姓 因為怪獸而顛沛流離 可不可以 如今 好不容易才能在基地式中 獲得片刻安寧 沒想到 末日就這麼來了 相信各國都一樣 那 傳承計劃先暗中開始吧 如果我們地球人類真的反抗不了 再大規模啟動 詳細情況 我 離開虛擬空間再談 或許 或許情況沒那麼糟 大家是地球的一員 沒有一個願意放棄 鴻哥 你有把握嗎 沒把握 不過 就算沒把握 到了最後關頭我也得上 我已升至行星級七階 配合領域 已經行星級內無敵 再配合赤木牙精快速成長的摩雲堂 就算跟航星級一階生死一戰 也未常沒有希望 最大的麻煩 是不知道這一套星空巨獸的實力 各位 從我們亞美利家 剛剛發送過來一段 關於星空巨獸的視頻 我們是剛剛接到總指揮部的命名 放棄戰爭基地 迅速撤退的 主要是我們總指揮部通過衛星 發現那星空巨獸正在朝這方向飛 可是星空巨獸太快 軍隊還沒完全撤退結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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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被吞了 快 走 走 快 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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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这一段视频 我们发现两点 一 它这次没有吞噬战争基地 而是火掉 二 它有远程攻击神团 混蛋 怎么了 我们之前一直在商议 使用超大当量的轻弹 在这星空巨手身体表面 或者嘴里爆炸 之前我们最不放心的 是它的吞噬能力 一旦吞噬 是否会对电子讯号等形成干扰 不过这个难题 我们差不多能解决 现在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 是它有远程攻击 以它不可思议的防御能力 超大当量的轻弹 只要距离它超过五十米爆炸 恐怕都破不了它的林甲 各位 轻弹一旦爆炸 其瞬间产生的超高温 和扩散出的冲击波 以及核辐射 都是普通民众所无法承受的 但对于星空巨兽这样的怪物 恐怕未必能达到致命效果 核辐射 连各位超越战神都不怕核辐射 更别说这星空巨兽可以 所以 只有在足够近的距离内 瞬间的强大爆炸 才有机会重创 甚至摧毁星空巨兽 超大当量的轻弹一旦爆炸 那瞬间爆炸的超高温 就超两千万度 不过必须在他身边 因为巨变释放的超大能量 是朝各个方向复杂 距离中心点越远 威力越弱 可对星空巨兽这样神秘 不可思议的存在 必须越尽越好 最好是在他嘴巴里当炸 他口腔内部防御 绝对不及提表人家 到时候 上一吨当量的轻弹在他嘴巴里 一定炸到他头颅化为虚无 炸 中文字幕——YK